台北市議員童仲彥 身旁黑色外套短裙 長馬靴的首女就是美魔女 外號殯葬公主的邱美慧 傳出就是童仲彥新的外遇對象 之後兩人攔著計程車回到住宿 直到凌晨都沒有出來 隔天晚上邱惠美同樣 長馬靴短褲提著大包小包 熟練的坐進童仲彥的副駕駛座 看到邱主任不喜歡他的話 那就不是男人了 所以我要這邊坦承 我的確很欣賞他 我的確很喜歡他 據說看完報導 邱惠美其實是童仲彥新北服務處主任 兩人在去年7月間 分別接下實質會內分區會長 當時妻子李秀桓 還卡在兩人中間 限齡41歲的他 依舊擁有天使臉蛋魔鬼身材 不明黑色內褲出現在童仲彥的房間裡 太太李秀桓指稱 還有一名叫紅豆的女子 常常進出住所 有一次最倒在電梯 紅豆親處童仲彥的臉龐 看得出兩人關係密切 我想這些女孩子 他們 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家裡面常常有人 進進出出這很正常 今天會鬧成這個樣子 只會鬧到分區就是 就是多餘的疑心病 面對一切指控 歸咎在太太的懷疑上 只是童仲彥夫妻 兩人之間的互信 早已破壞 現在說再多 都是負面形象再添一筆 記者陳建安 張良好 台北報導 各位歡迎力 Libby 我四天第二天 四天 我每次不能